我要最謝謝是我太太 因為她比我太太 謝謝我太太 她是最重要的 就是鼓勵我來參加的 因為她覺得我的人生 一定要有一些 上進來的地方 她覺得我在家還有在學校 她都覺得 妳剛剛很遠 然後她說妳就去 我很擔心她一個人 帶兩個小孩 很高興就是今天到今天 就是目前都還順順利利的 雖然說女兒之前 有去逛街 那還有就是說 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當初來到這邊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些不適應 包括睡也沒有睡得很好 但是要出發去山峽 那一天蠻糗的就是 皮型整個滑井掉了 然後我覺得當下 就是很多人喔 立刻主動的上來關心我 我覺得很溫暖 然後我想一下 我那個 那個 珍妮條 然後 儀文啊 還有 佩玉學姐啦 大家都 突然關心我 你皮鞋怎麼辦 要不要黏起來 然後還有就是 我記得有一次我 沒有吃飽 就是中午小時候 我已經忘記什麼原因 沒吃飽 然後我說 我肚子餓了 然後那個 我用學長進到 趕快去拿 餅乾塞給我 趕快去吃 我當下覺得 我有那種 就是被照顧的感覺 很溫暖 真的很溫暖 然後 我很開心就是 我是台中人 但是 我離開台中 很多年 一直 一直沒有辦法跟 這種感覺都沒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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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感慨很多 四幾年 在台南工作 然後 沒有跟 台中有還有跟我連結 但是我們這次回來 很開心 跟台中有 有連結上 但我覺得 我在台中好像不是一個局外 因為我們社會 台中的時候只是 覺得自己要成是局外 跟台中沒有熟悉 然後來這邊跟夥伴見面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 我覺得 希望各位 以後會去當主任 你的學校如果有特殊學生 我呼籲大家一定要好好對待他們 希望我們可以從東去發掘他們的虛情 因為以前 我分享我的故事 就是 以前我的 我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總的主任 每次到校慶的時候 休息區 要大休息區 總之把我們社交單 忘記 第一年這樣 第二年是這樣 第三年還是這樣 你就覺得他很故意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以後我們如果真的當了主任 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當主任 這是我的初衷 這是我為什麼 我們當請主請真的表演 是因為 想做幫助更多學生 所以希望大家 回去一定要 好好的 好 就是作為我們的孩子 做一些事情 我只能講到今天 謝謝大家